包括有泛民、學聯、學民思潮、佔中和民間團體 學聯提出由議員辭職促成變相公投 我覺得這個都要無妄初衷 大家想想我們整件事如何起 都是因為人大決定 如果在人大決定的框架裡 根本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有真普選 所以我覺得林鄭說公投不設實際 我覺得一個政府的官員好像局外人那樣做評論員 說你們做什麼不設實際 其實應該是他們拿實際的事出來做 如果大家支持真普選 大家都知道831的人大決定不會令香港有真普選 在這個對決之下 大家要表達對人大決定的看法 其實如果周庸應該叫建制派出來辭職公投 因為他們經常說到自己180萬這麼威風 那他們就贏了 那他們就贏了 為何他們不自己拿出來辭職公投 但這個運動不可以只在廣場 亦需要落到社區 其實公投是兩條腿走路 一方面你繼續是廣場的壓力 另一方面你真的落到社區 是在社區跟建制派對決 當然剛才說建制派自己不應戰 那怎麼辦呢 沒有 我們拿出來 是跟他們說 搞辭職公投 如果他們不應戰 那就是他們自己投降 有時候我又不可以令對方一定要應戰 但我想如果他們不應戰 以後他們所有的簽名運動都可以收聲 其實你留意到 林鄭和學生進行了第一輪對話 其實已經兩個禮拜了 她提出的所謂多方平台 她仍然很堅持 不能夠說2016、2017之前的政舉安排 她說的所謂民情報告 她完全不肯考慮 由政府做一個全港九新界的 你不要叫做公投 一個民調 然後放進去 正正確確 真真實實地 去反映民情 你現在政府要提出一些方法 一些操作 是給到條件 那些學生 和廣場的群眾 佔領的支持者 是願意給一個操作的時間 空間給政府 那你才會有轉機 你不能夠坐在這裏 說什麼都不切實際 最實際的就是 你做一些 他們可以接受 而是給時間 空間給你操作的事情